我大概见过三分之二 你现在回过头来想 那三分之二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 对 就没有快乐的人 你说为什么三分之二不快乐呢 不 我见过的三分之二 就没有一个快乐的 大概有一个还好 定个呀 定个 哇 你工作真好 这个上班可以玩游戏是吧 你工作真好 哈哈哈哈 你工作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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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化就是好 上班可以玩游戏 哈哈哈哈 就赶快点快 因为赶火车 几点呢 三点半 三点半 今天怎么那么高啊 三点半赶火车 四点半的火车 四点半的火车 那你三点半得走嘞 对 三点四十 我们是一个工作真好 从 sin 都没有 你工作真好 你工作真好 天桥还有一个是黄光玉 你觉得成名那么早 30来岁当首富 你得回想一下 那个对你来讲 快乐多一点还是未来的 还是后果多一点 我觉得不安多一点 还是不安多一点 我不安不是说 内心中好像 这个财富来的是有问题的 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能看得到 这个世界上 比我更优秀的人多了去了 我说我突然比他们有钱 我觉得自己 好像是不是这个社会评价 比体系有点问题 这个是钱的体系 不是评价的体系 对 其实 因为我从创业到现在 一直在心目中 就有很多 这个很早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 17年前的事情来进行 对 很多人就是 时刻在影响我 我觉得我看杂志的时候 也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 很棒 但你说你突然间 在13亿人口里面串出来说 老子比你们有钱 这个可能性 我总觉得可能是弄错 不登记一下 不 肯定弄错了 你比如说我那时候 2000年 2003 我早就看到华为很厉害了 我们那时候公司 我经常看华为内部的材料 跟他们学习管理方法 那你说他隔壁 我那时候在广州 他在深圳 你说他 我比他厉害 他不可能 而且我自己做通信行业出生了 我知道他们的能力是 真枪实弹的能力 全球部署通信网络的能力 你说我要比他牛 那不可能 那时候你在看那种 像中青后03年 他能够把娃哈哈的矿泉水卖到 新疆的马尔台那种 鸟不着边的地方 对吧 然后小店里一出来 就是娃哈哈 连可乐都摸不到的地方 这种渠道的控制能力 也不是我们今天能力能及的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给我这么个抬头 我就觉得肯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 所以我也没那么在意 对 但后来我估计大家其实看这个问题还是挺看重的 老是在算谁有钱 为什么有钱 谁排第几名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现在care的业势吗 我根本不care 根本不去care那些事情 那你care什么东西呢 我很care 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能不能真真实实变成一个更加长远的 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这是最care的 就把这条路长期的走下去 而且要活得很好 有雁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穿过天 一个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 第一个金牌点 中国女排夺得冠军 兼20领导人集体合影中任 战事不会呈现了一个璀璨夺目的开心 英国女王公布新政府施政与立法计划 天猫双十一狂欢节落下围 美国进行归机 门迅有最大的下围 在公司360的战争的这两天 战车企业因为经营不善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欧场 我们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我们是中国创造 你是中国制造 王总讲的欧洲 欧洲本身是个伪议 先定可能达到小样 让说我先正在一例 够地超发和低利率 是接的经历轮房价 地价暴展 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 达到6.51欧元 我觉得有一次碰到你 到台湾去跟音乐公司去谈唱片 然后我也听你部下说 你做严选的时候 你还专门去看看那些什么玻璃杯 去自己去选 所以我在我的印象中 你应该是中国在互联网这个领域 几个最好的产品经理 不过我自己在用你 我现在还在用你的 下个月就要续费了 8月17号要续费 刚刚来通知我 用你的音乐 用你的严选 所以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经理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你这个产品经理 Pony是个很好的产品经理 你觉得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他也是个很好的产品 都是产品经理 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俩他比较擅长 可能做社交产品 我可能 比如说像严选中实体的产品 也会自己去操刀一下 对你兴趣比较更广泛是吧 可能会更广泛一点 更广泛的好事还是坏事呢 如果你更专心一点 会不会更好一点 比如你就专心搞网友 可能也会很好 也会很好 但你有这种兴趣 你不能说我要把兴趣按住 然后去做这个 那个天性不要抹杀嘛 对啊 还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 也不叫自己吧 其实也是跟大家一起 其实很多东西 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游戏 对吧 也有些人喜欢做电商 做演选 那你要把它放到这个舞台上去 另外一个舞台上去 那我看好也是我喜欢的 比如做音乐 对吧 其实还有个问题 我也是想想请教你 就是其实过去十年里面 特别最近这五年 你发现没有 互联网公司 因为你有流量 对吧 流量需要变现 其实网易现在的模型 还是所有的流量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变现 比如说我做游戏 或者说 比如说我做个严选 这都是自身流量变现 但你看现在的 从阿里腾讯到京东 包括小米也一样 就他们在过去五年里面 很多是通过投资的方式 来形成很多产业剧增 那你其实你网易 历年来都很赚钱 是吧 都利润很高 你赚上那么多钱 你干嘛不去做投资呢 我就很靠近 那我就跟你讲你说 我们讲了共享单词 你说你怎么投 那不止于共享单词 还有很多 他们通过投资的方式 低行成了一个很大的 因为我自己的商业模式 比较好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的机会 首先不是说不投 我们是有投 但我们只投自己熟悉的领域 只是没有对外披露而已 我在问你 比你想象中 你管理这个 我想这个是个战略层面的问题 我还是愿意在一个专注的领域里面把它做好 不是我真的不想投 我们游戏投了好多家 腾讯也投了好多家 他投了好多那些八字都还投了很多 真的是不容易 中国的很多公司 包括国际很多公司 并没想象的那么美 其实这个十年里面 你看 其实整个移动互联网以后 发生的变化很多了 比如十年前也没有微信 网易无论怎么风怎么吹 它一直在那儿 然后时不时显露一下自己的武功 这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十年 过去这十几年的风是很多 各种风都有 从做手机这一批开始 对 各种各样 欧脱 金融 再到共享单车 共享经济 对 其实 你为什么都能错过来 好多都是一阵药缝 现在有些风是看出来的药缝 共享单车肯定是药缝 我觉得你为什么当年 我以前写过文章 共享单车是个冷笑话 也被骂得要死 因为冷啊 四个东西都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一时住行 一就是大家买东西 现在在淘宝 在电商上 十呢 吃饭你看 美团快卖和饿了吗 也把它解决 包括很多大企业 包括拼马克也做了 一时 住呢 你也知道这哪些房地产是 我不认为他们 你说投资的人 他们都有各自的诉求 对 你这么理解就可以 就看下一波接盘下 共享单车这么高密度高容量的投放 用户的选择变多 第二个呢 还跟气候有关 还有呢 你这个车投在街道以后 每一天都在贬值 都在折旧的 这个折旧 你跟能不能cover都是个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么包括做手机也是 做手机 我们是没有参与做智能手机 但你也知道做智能手机 那一波的人 除了像小米和小莱文 很多公司吧 应该说都生存了 所以这个风口 我们一早就看出 不能去改 那你现在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 因为它通过投资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比如说每家企业 它都会有很多人 到一定地步以后 他觉得我自己要 哥们我自己要去 要去闯个天地的 那如果你有一个 一个资本的 形成一个链条的话 它就 就可以形成一个 一个系嘛 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系 那你现在 网易在哪里 跑出去很多人 其实跟你也没啥关系 对啊 然后呢 你就得挺好 不挺好的吗 这个你一定要去形成 链网的产业链 总体来说比较短 所以 他们兴起的投资也就是这两年什么跟物流有关的 跟金融有关的 就是三流嘛 就物流、金流、信息流嘛 对吧 他们一重新的投资 有关的 你说美团是不是物流 其实它其实也是个物流啊 滴滴打车是不是啊 它只是送人而已啊 其实也是一个物流调动系统 美团也是个物流调动系统 那互联网人它最大的特点是 只要这件事情是昨天的就没有意义了 明天才有意义 所以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是他们的一种 一种天性 所以本质上来讲 他还是对商业充满了好奇的人 但无非他的好奇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 别人可能是考虑生态 考虑市值 考虑规模 那他可能考虑的是说 这个杯子好不好能不能再严选来卖 他可能考虑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他他谈到了他不去做投资 那么可能是他认为他自己这段生意就很好 为什么要去碰投资别人的生意呢 他是一个更愿意相信确定性的一个人我觉得 但他也说他他并不保守 比如说他做网易做做考拉做严选 我觉得可能是在他看来说第一时间点到了 第二他对商品本身 有跟别的互联网人相比 有更大的一个情节和好奇 第三他认为说 他认为这个事情大概我能做好 他就会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XC90是吧 对这个就是很好的 他很少接受这样的采访 然后他在平时讲话中也不是一个很偷偷是道的人 他就比较口语化 然后也比较的坦率 所以他没什么包装 那么其实如果让他来回顾十年或者二十年 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改变 我想这会是一个特别真切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今天谈的还是蛮坦率的 其实每家公司他都有核心能力 他说最终都是从一颗根基上面长出来的 对 无论怎么多元化 刚刚那个根基在那边 在那边 那么其实大家觉得王毅很另一类 还是觉得你这个根基是什么呢 他毕竟在产业里面 你不要跟我讲创新 稳扎稳打 可以说吗 其实根基最后就是文化 对 那我来跟你讲一个 全世界人口需要一千万的国家有几个 可能不多 丹麦五百万 以色列九百万 你知道这么多小的国家里面 谁活得最好吗 以色列 那你看以色列现在是整个全球的农业高科技 包括医疗各方面创新都是遥遥领先的 什么让以色列有这种 成为可能强国之列吧 文化 他的文化 那王毅的文化是什么呢 所以刚刚跟你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文章文打专注 这个切莫舍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还是文化 还是文化 对啊 还是文化 You can try but never stop me Cause this is what I made of I will never ever let go I will never ever let go 十年里面你自己回想一下啊 三件你觉得比较难忘的倒是什么 三件事 从我们公司来讲啊 就是这十年 08年到18年 其实IT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对 对 那么到2010年开始呢 就iPhone4出来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联通的三级网络啊 是特别普及了 还是特别普及了 而且那时候只有联通有三级网络 四级没有的啊 对 电信和移动还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那么我觉得iPhone出来以后 加联通的三级网络呢 这个一个好的终端加一个好的网络呢 其实对整个全球的IT的影响 还变得挺大的 那那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考虑怎么把传统的互联网 从PC端移到那个互联网端上去 所以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就是网易呢 有第一个做了新闻客户单 还有呢 后来呢做了很多那个手机游戏 都在那个环境下发生的 那当然新浪呢 这个微博呢也是 新浪搞微博09年嘛 他其实08年就有了 因为什么呢 我跟老曹去 是第二年 09年 因为第二年的5月12号 我跟他去 内测的 那么在那个 诺基亚手机上 跟我拍个照 然后放到微博上去的 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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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整个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呢 从 PC端跑到 这个移动端 这是一个 那对自己公司来讲 就有很大的影响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时候 啊 我觉得还有一些事情 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做了个公开课 对 那时候是一个 是 因为 因为 互联网的 幸福课我记得 对 主题 对 因为互联网的核心思想 就是 创新 分享 公平嘛 对吧 这个是整个互联网上的一个 主题的这个 几个关键词 那么首先是创新 那么 我们那时候 就一直有个想法 怎么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创新的精神 去改变一个传统行业 这种态度 那么 其实那时候看到中国的农业呢 这个问题体验重了 那两年也是整个中国那个瘦肉精三聚轻安 08年三聚轻安 爆发最高潮的年代 就是三聚轻安 来了以后一波 最后呢 这个瘦肉精又来了一波 对 对吧 那么哎呀我们就觉得 互联网的确让老百姓在信息的获取和风向上是取得了平等 但这个只是个精神上的内容啊 你要在吃饭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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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饭桌上桌下来的时候 你还是没法解决 在清安和瘦肉精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去 一看呢 当时中国养了六亿头猪 我们就想怎么通过互联网去探索这个 安全的农业的视频和高效的农业这个问题 那你要这么算呢 也算一解啊 其实最主要是 自己呢是深有体会 读大学的时候呢 没有机会上到优秀老师的课 因为有的时候优秀老师 同样一个物理课 他有好多物理老师 他不到你 你的这个班上来 那你总想去什么时候 那么 哈佛斯坦福他们这批的公开课呢 的确我们有机会去帮他翻译而去传播呢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自豪感的事情 所以你认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说 我肯定想的是说自己的创新和努力的举动是怎么去影响和改变目前这个社会吧 或者对这个社区做出巨大的贡献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立足点 其实每个公司啊他都会像自己在讲自己的核心能力嘛 比如说腾讯说他是流量和资本 阿里呢就是电商和工艺链和他大数据 那如果你从核心能力来讲啊 你觉得网易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我们还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熟的领域呢一律不怕 那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生的东西啊 你音乐 音乐是我们比较熟的领域 音乐比较熟 音乐是我们比较熟的 那你云课堂其实你原来也不熟 云课堂主要跟原来的公开课是有关系的 跟公开课是有关系的 而且这两个呢你也不能单独拿出来 云课堂跟云课堂 那比如说养猪毕竟不是我们主业 毕竟不是我们主业 这个核心要想讲对吧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去碰电商呢 电商呢主要做考拉做严选 对主要是我觉得中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 就是跨境电商 如果没有跨境电商我们也不会去碰 对你先做考拉的嘛 我觉得跨境电商几年下来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就是我们提高了整个中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层次 或者说是消费升级 他们开始使用国外的东西啊等等啊 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对一些质量不好的产品 其实开始会提要求 说这个质量不好 这个平台怎么怎么样 这个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帮助和奉行 那严选呢就是 严选我听说是由邮箱部门自己搞出来的事是吧 是这个传说是这样吗 对对对从一条毛巾开始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中国制造的潜力很大 做出来的东西很好 那么我们就觉得应该可以有机会做一个严选的平台 帮助中国的企业呢去最好的东西 以前最好的东西都是出口的 应该内销 那么以前呢它为什么不内销呢 因为没有一个内销客人愿意下订单 因为这辆好的东西价格贵啊 有的时候这辆好的东西消费者不满的 它已有的消费者不满的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严选 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追寻这个严选 对严选已经变成一个概念了 也是个概念就是精挑细选严选对不对 所以你说过去这十年呢 比较大的一个可能贡献的一个是我刚刚讲的公开课 包括音乐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也很大 我现在还得用你的网易 这个音乐 网易的语音音乐再过两三年你会看到 我们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改变了他的 提高了他的品位 扩大了收听的广度和贩度 这个音乐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那十年如果有遗憾是什么呢 遗憾 陪家人时间少一点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还是忙的 对我觉得当初没想过就是会那么忙 会那么忙 就是太多挑战 对就是每一个业务都新的 你都要自己去大家一起去学一起去躺着躺坑 这个是比较累的 对 你觉得你二十年企业做下来 从你开始做企业到今天 商业对你的性格有变化吗 会显得更加冷静 更加看问题不会一头乐趣 这个是你随着年纪大了 我们都会掉 那就这些改变 就这些改变 你个性中是一个激进一点 还是保守一点的人 你觉得 还偏 那你说我们去做严选是算保守还是算激进的 你觉得呢 那当然是激进了敢做 那中国有谁原来做电商自己跑过去工厂下单生产 自己做品牌 没有啊我们就这么干 那当然前面小米做过 小米做过手机也是这么干的 小米跟你们 小米他是从零开始 对对 他几乎啥也没有 对对 他一上来就做手机 对 我们不一样 你是原来有好的行业 对我们看到一些机会还是会做的 还会去做 对 现在中国你觉得过去十年里面 这个中国的整个创业环境有多大的变化 有变化 我觉得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好难 好难 我觉得我第一次碰到你是去浙江大学做一个活动 十来年前 我知道 当时就有一个问题 但是我也很吃惊 就是关于大学生创业问题 你是非常明确的反对大学生再次创业 是 你现在还那么想 对 为什么呢 基本上 我觉得我也是大学生过来 这个创业要踩太多的坑了 我印象中还没想到过去五年 谁是大学一批业创业就成功了 这真的是很少少数 极少数 极少数 中国特别中国 极少数这种 所以我还是很反对就是大学生一批业就创业 中国的环境跟国外不一样 尤其现在竞争那么激烈 那你觉得哪些人不适合创业有吗 绝大多数人不适合创业 那你看到哪些人 你觉得哪些人适合创业呢 哪些人性格的人 有团队精神 有学习能力 善与沟通 这些人适合创业 你自己 还有一直有强烈的这种进取型 进取型 对 这种人是少数的人 非常少数 我觉得我第一次跟他碰头 我们去这家大学 有学生提出来大运创业 他是坚决的反对 我的观点跟他是一样的 我觉得大学四年就让你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 对 那么创业这件事情 早一年早两年晚三年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而且从长的历史来看 没有一个风口是不值得被错过的 错过了又怎么样 还会有下一件事情 对啊 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某一个风口而 存在的 很焦虑的去创业 去送外卖 去做开发两款网络游戏 我也不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度过的人生 所以我跟他的观点是一样的 对 我觉得你需要经历完整的四年教育 或者更多的教育 哪怕你离开 离开校园以后 你最好有一到两年 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经验 然后你确定的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 喜欢什么东西 你再去创业也不迟 对 这样的话 它至少使创业的成功概率可以稍稍提高一点 你看它这个收音台嘛 对于我们内部有没有稍稍的 我吃过 吃过 它价格确实 我们现在不讲性价比 性价比的概念已经落后了 我们讲它的品价比 就是它的品质和价格之间的对比 那它它应该是品价比的一个典范吧 有严选是个品 严选和小米是个品价比的典范 严选和小米是个品价比的典范 这两个东西不矛盾 不是A B直接选 佛系本来里面就具备了将心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 佛系的态度里面 将心是佛系里面的一个子集而已 你将心与将心反意思的是什么 毛草 不专注 但佛系的逻辑和理论里面 就是希望你静下心来 仔细地做一件事情 而且是要为自己喜欢 能够帮助别人感到开心和快乐 所以很多人 其实我认为 有不少人对佛系这两个字是不理解的 他的佛系的理解就是说 都可以 Anyway都好 都好 然后自己只会说不会做 但我认为对佛系的理解是 真正能够到社会中去 到生产中去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以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和创新 最后影响无数的消费者 这个才是佛系的最高竞技 其实这个将心是佛系里面的一块 不是个A B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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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